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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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知识分子我们搞不来 一听是学生 贺龙连连摇头 显成一个叶群就摆在那 我不吃林彪那个亏 陈正仁连忙解释 不一样 这两个人完全不同 学明和叶群虽然是天津就认识的朋友 但性情完全不同 学明对叶群批评不少 老总你见一见就清楚了 贺龙寻思 我贺龙走遍天下阅人无数 看看也无妨 实在不行 也可以动员那学明 去批评一下叶群 算是帮林彪一个忙 于是194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 学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贺龙司令 随同而来的还有西北局书记高考 他还以为出啥事了呢 贺龙不见则已 一见倾心 当时就闲聊了一下 还在那里吃了顿午饭 当然贺龙也没忘了办正事 即动员学明去批评叶群 贺龙说 林彪喜欢叶群 给叶群写了一些信 这本是正常的吗 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哟 他把林彪的信 拿去叫同学同事们看 还这么一散 说我不在乎 你们看吧 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 你说这样做对不对 不对 学明用力摇摇头 贺龙说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他 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 不喜欢就不要张扬 明确表格太拒绝 你告诉他 这是我说的 老革命 南征北战 出生入死 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 又遭取笑戏弄 不到的吗 贺龙摇着头 好就好 不好就拉倒 你认为怎么样 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 学明认真的说 这件事我可以办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有高岗同志这样的老手在 一番说和暗示 是少不了的 其他同志拼命说 学明同志如何优秀 工作如何卖力等等 高岗给贺龙和薛明 创造了一对一的机会 声音如此 贺龙才有机会迈出一大步 要请薛明有机会去他那里 尝一尝厨子做的天津包子 当薛明去对叶群 做说服工作时 叶群不但不买账 反而神秘地对薛明说 我告诉你 延安来了个黑胡子 离了婚 这个人在找老婆 薛明无语 叶群趁势说 怎么样 他在延安很红 毛主席还为他开了欢迎会 薛明更无语了 接下来的是 进入早期中共领导人的经典轨道 薛明遇到了这种情况 陈正仁让薛明去西北局学习 学习结束之后留在那里汇报情况 天天向陈正仁汇报 贺龙以领导的身份旁听 芝麻链大小的事汇报了半个月 讲了又讲 连薛明自己都讲烦了 当然贺龙和陈正仁听得更烦 但又不知道从哪里打开突破口 局势那个尴尬啊 薛明要回原来的工作单位 陈正仁还不放 事情就这么拖着 7月1号这天 林彪和叶群结婚了 薛明觉得实在没啥好汇报了 就说 陈部长 我实在没什么可汇报的了 你把我扣这么久 到底想叫我谈什么 就是吗 人家是姑娘家 整天对着陈部长汇报也不是办法 陈正仁一听更窝火 哎 薛明呢 我们拖不起了 你不也有工作吗 我比你更忙 拖不起了呀 嘴翁之意不再久吗 薛明一本正经地说 是啊 你这位老首长 这次是怎么了 把我拖在这里不放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你那点鸡毛蒜体的事 我听几句就够了 陈正仁哭笑不得 干脆把话挑明 老贺 他是一肚子感情 说不出来吗 要不是为了贺老总 那一肚子吐不出来的感情 陈部长 才懒得听一个小女子啰嗦呢 薛明忍不住笑着说 我听过他的报告 听能讲的吗 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就在这里 让贺龙去讲南昌旗 讲长征 讲抗日 讲打土豪分田地 都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贺龙不会讲感情 动了情的女人是妩媚的 动了心的男人是笨拙的 何况贺龙生活在腥风血雨中 本来就没有时间 也没有机会 更没有心思琢磨感情问题 就这样 薛明被陈部长扣在了西北局 既然陈部长解决不了 那就由职位更高的人物解决吧 于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出马了 出现了一段堪称经典的对白 彭真说 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们这些人没有时间跟你拖 薛明回应 是啊 我也拖不起 我在延安县也正经是个主事的人 彭真直截了当 嗨 老贺喜欢你看中了你 我们今天就说老贺这个人 别的不谈 你考虑了没有 薛明小声回答 没考虑 彭真索性放开讲 你别来这一套 你没考虑我不信 田田这么多大人物陪你 你不考虑 你也知道贺龙的情况 他已经离了婚 薛明当然明白 当然考虑过 否则即便延安女人紧缺 也不至于有那么多高层领导 整天陪着他一个小小的小干部晃悠 须知那是瘋火连天的年月 每一个领导的责任都很重大 负责很多人的生死存亡 而且当时正是延安整风 有这么多人陪自己说话 确实给足了面子 薛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我还没干出名堂 现在结婚会影响工作 这是第一条工作问题 实际上是暗示自己和贺龙的级别相差太多 担心贺龙介意 彭真答道 谁说结婚影响工作 我们不是都结婚了吗 还有邓颖超 蔡畅同志 影响工作了吗 不影响 言外之意 贺龙不会介意级别上的差别 薛明提出了第二条顾虑 贺龙能不能写东西 他很能打仗 可有人是文武双全 意思是找个大老粗 一辈子起飞很无趣 但又不能这样说 这样说的话 还不把延安的领导们得罪一大片了 彭真解惑道 打仗的就都得能写东西 革命有分工 写东西的未必能打仗 打仗的为什么一定要会写东西 不要看不起老粗 历史上办大事的皇帝 刘邦 成吉思汉 朱元璋等等 都是老粗 能写东西的反而都是没出息的亡国之君 像隋阳帝 陈后主 李后主 还有宋徽宗 能识会此善话 无一不是昏君 弄得山河破裂 彭真滔滔不绝 又有高岗陈正仁前来助阵 即使诸葛孔明复生 和这几位搞辩论 一时片刻也不见得能赢 何况小女子薛明 在这种情况下 薛明能做的就是一个小女子的正常反应 说道 不行 无关道理 无关口才 几个大老爷们这么着给人家安排终身大事 又不是人家爹妈 致人家女儿家小颜面于何处 男人要面子 女人讲起面子来 比男人更要命 彭真不信些了 问道 还有什么不行 心想 几个堂堂大老爷们 还搞不定一个小女子 薛明抬出第三个顾虑 我们岁数差好多 这才是主要的 要像二十多岁 混到贺龙那级别 也不现实 即使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林彪 四二年 也三十五岁了 这个问题 当然难不倒彭真 说 你又想不开了吧 爱情不在岁数大小 我也不讲大道理 讲点实在的 你看他身体好不好 当然好 比你好不好 当然比我好 他身体比你好 那么 你活五十岁怎么样 那年头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四十 五十岁对很多人而言都比较奢侈 这点薛明也认同 说 真能活五十岁 也算长寿了 那时候 薛明还没想过 之后人们的寿命会大幅度提升 自己顺顺当当活过五十岁不说 还一直活到了二十一世纪 成为最后一位离世的元帅夫人 彭真又笑了 你活五十岁 他活不过你吗 黄忠 赵子龙 哪个不活过七十岁 就怕没有问题 任何问题 彭真都能给出答案 彭真接着说 贺龙在中国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为我党我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为什么卖力气 我在家吃饱了没事干 跑你这里来磨嘴皮子吗 不 同志 他是贺龙 彭真 这口才 那就一个字 牛 薛明忽然开了句玩笑 那你回家去吧 无论如何 孤身一个薛明 如何抵挡住这么多能说回道的大男人 何况他已经二十六岁了 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生死都顾不上的年代 他有机会在延安和高级将领谈情说爱 已经非常奢侈了 何况贺龙人也不错 身子骨很棒 能吃能喝能打仗 在当时那个年代 属于比美女更为稀缺的资源 比今天这些所谓的钻石王老五 强手多了 绕了半天 薛明终于搬出最后一个理由 他自己为啥不跟我说 说到底结婚的是贺龙 又不是你彭真 高岗 陈正人 当然 彭真总是有办法的 说 人家表达不出来吗 你们这些学生 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少 想的又多 老总是个直爽人 一句话说不对了 岂不坏事 他不敢来 你就去吗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双方都要动才行 大局已定 彭真和贺龙的关系 也就此贴起来 这场持久的恋爱拉锯战中 有经过一系列微妙复杂的变化 包括贺龙笨手笨脚的表白 雨夜 护送回窑洞等等 最后出现了大团圆的局面 薛明穿着一身男人的衣服 和萧静光一起散步 在这位共和国未来大将的陪伴下 不经意散步到一派窑洞前 那是贺龙的联防司令部 薛明刚要离开 迎免来了一两个大汉 拦住了去路 定眼一瞧 那二人正是王震和张宗逊 嗨 薛明 咱们一块走吧 王震哈哈笑着招呼薛明 跟他一道的张宗逊也说 走走走 一块走 两位未来的共和国上将也不客气 连拉带扯 把薛明拉扯进去 见到了未来的共和国元帅贺龙 陪同贺龙一起开会的 还有另外几位 李富春 任碧石 林博曲等人 都是西北局的大人物 借给薛明男人装的好友 刘格飞也在 还有一帮同学傻的 薛明还没明白是咋回事 陈正仁一脸喜色地走过来说 今天正好开会 首长们都在 一切从前 吃饭时放品酒 就算一色 薛明这才明白 这是要摆婚宴 那个时候条件艰苦 都很简单 7月1号林彪结婚 毛泽东亲自参加也就两桌人 贺龙结婚也一样 很简单 饭桌上 大家纷纷敬酒 任笔石说 老贺 这杯酒你得喝吧 李富春和林博曲也同时说 我们的酒也得喝吧 薛明一看不干了 怕贺龙喝太多 勇敢地站起来 我都替他喝了 欢呼起哄声中 薛明替贺龙喝下了一杯杯敬来的酒 女人心还抵真了 薛明转变得如此之快 让闹酒的老同志们都没回过神 是啊 他们的心早在一起了 风波 那天是八一建军节 这一天是贺龙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 选择这一天结婚 那绝对是喜上加喜 然而 那是一个不安定的年代 薛明嫁给林彪 叶群嫁给贺龙 人生有了归属 同时 也把林彪和贺龙卷入了恩怨之中 那时正是延安整风 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 都被折腾得疲惫不堪 许多小人物更是备受屈辱 有人甚至丢了命 比如说那个传言和叶群有绯闻的狂生王十位 就死得不明不白 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人 多半老底不干净 特别是叶群同志 叶群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 有好几方一太太 叶群的妈妈就是第三方一太太 如果这些出身还能容忍 那么另外一层就不好说了 抗战爆发后 叶群跟随天津南下的学生到了南京 通过亲戚关系 到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 后来又在陈氏兄弟的系统上过港 据说和一个清训般的国民党军官特务 关系暧昧 最要命的是另一层经历 叶群参加了一个演讲 题目是一个党 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 一个党 当然不是共产党 而是国民党 一个领袖 当然不是毛泽东 而是蒋介石 一个主义 当然不是共产主义 而是三民主义 也就是说 叶群老点 很黑 学明按照组织原则 是应该把这些揭发出来 现在看来也没什么 一个年轻人妈 卖力工作而已 指望一个二十出头的女人 分清这个主义 那个党派也不太现实 而接下来 能从南京周折到延安 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在延安整风那会儿 这样黑的老点儿 已经足够去死了 所以叶群下的花容失色 撒泼耍赖 失态痛哭 就可以理解了 无关人品 只因他害怕 叶群之所以安然无恙 只因为他是林彪的老婆而已 这事儿把贺龙和林彪都惊动了 贺龙对林彪说 我老婆揭发了你老婆 你老婆也可以揭发我老婆 林彪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对这事儿自然很窝火 要说这火能烧几十年也不靠谱 但叶群从此恨上了薛民 一恨就是几十年 这些女人家的恨 有时候固然很毒 但是小恨 动不了大人物贺龙 然而建国之后 随着林彪身体不变 叶群代替林彪 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被风暴吹落的贺龙倒下之后 手中有枪的叶群 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此后贺龙和林彪 交集不多 解放战争中 林彪在东北 贺龙在西北 基本上不搭建 林彪比贺龙战功大 但贺龙资格更老 庐山会议之后 林彪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 虽然排名比贺龙高一点点 但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有失权 从性格和处事方式上看 二人也合不来 如果没有大的变局 二人的关系基本上就这样 不嫌不淡地走到最后 大家紧跟伟大领袖 谁也奈何不了谁 然而 文革来了 林彪依然紧跟毛泽东 贺龙做了不同的选择 要说林彪对贺龙有多少恨 也谈不上 只因为选择不同 必须拔刀相想 林彪搞的那些政治口号 看起来确实对增加部队战斗力无异 是林彪不懂军事吗 当然不是 他只不过是要通过这些口号 宣传毛泽东 加强毛泽东在军内的影响 达到把军队和毛泽东 紧紧绑定在一起的目的而已 毛泽东在军内的威望 本就无人能及 加上林彪一番折腾 那简直是至高无上 罗瑞卿和贺龙跟林彪唱反调 实际上就是在表态 所以要发动文革 就必须要拿下贺龙和罗瑞卿 鉴于贺龙的重要性 毛泽东忍了一段时间 一直忍到对刘少奇动手 一直忍到66年9月份 就是在等贺龙回心转意 毛泽东让贺龙去拜访林彪 实际上是最后通牒 给贺龙最后一个浪子回头的机会 既然毛泽东愿意再给贺龙一次机会 那为啥不直接跟贺龙谈 而是要贺龙去找林彪谈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先看看贺龙和林彪的那次会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